2018年9月14,15日一,由阳光丽天装饰独家冠名的郭德刚天津京剧专场,在天津中华剧院名罗开场,活动现场比肩接着观众热情爆棚,多才多艺的大众男神。 郭德刚老师也为金门百姓献上了两场好戏《琴相连与西汉三战》,此次郭德刚在两场演出中都担任主角,且分别上演一杆二和一杆三,才演全场,让广大金门戏剧漂流,们都听到过瘾。 郭德刚京剧演出也是满坑满谷精彩不断,专场演出于19点30分准时开场,在坑腔的锣鼓和独具韵味的惊呼伴奏中,郭德刚老师倾请现场, 嘹亮的嗓音和地道的唱腔君展现出身后的艺术功底,将这一经典桥段演绎的入目三分,观众无不为之动容, 其中有不少少有专程从外地赶来,只为一睹男神风采。 演出现场在第一场传统京剧《亲相连》中,郭德刚老师前后饰演了王延宁和国泰,也就是京剧中常见的老生感老代,而第二天的西汉三展则又是典型的男派京剧唱法。 郭德刚前后分别扮演了彭月、英布、韩信等三种不同性格的人物,全程无论是从唱演、表情、唱腔的设计上,都将浓郁的男派风格。 刻画的入目三分,也让观众看得新鲜,看得过瘾,还能够从头到尾,领略到一整段,完整的精彩故事。 演出现场行业的榜样,都在坚持不懈演出之前,新浪家居的记者前去探灵郭德刚先生的彩排,面对这个如此熟悉但又非常陌生的非著名相声演员。 记者上来被郭先生调侃,道你怎么这么黑,气氛一下融洽起来。 沟通过程中,郭德刚先生对京剧如同相声一般侃侃而谈,特别强调京剧坚持起来,有热爱,也有一种责任,演出更多能卖票的叫好剧目,是帮助京剧崛起的关键。 一个调侃自己是票有是非著名相声演员的德云社班主,对京剧的热爱可见一般,记者觉得能支撑郭德刚先生对京剧始终如意,心境的原因除了热爱,还有的就是坚持不懈的一个精神。 这种精神放置家装市场上更是如此。 排练现场新浪家居主编采访郭德刚先生,作为天津家装行业的领域品牌,历天装饰欢乐家装季特别冠名。 历天装饰之夜,郭德刚天津京剧专场,选择这样的冠名,除了看重郭德刚先生的名气外,更看重了其在京剧领域坚持不懈的精神。 因为这样的精神和历天装饰,对待家装市场的精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 历天装饰深耕天津十多年的时间,能够赢得天津父老不俗口碑的关键在于责任和坚持,累计十几万户的天津家庭,成为了历天精神的不二见证人。 未来可期,今日仍需努力,随着家居市场的不断变化,材料风格工艺的不断更新,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,历天始终秉承坚持不懈,服务用户的精神,为更多的天津用户加装献心献力。